蚊香有害吗?不少言之凿凿,长时间待在点燃蚊香的房屋中会中毒,抚以真实案例,还有说,一盘蚊香等于六包烟。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蚊香不再是防蚊利器,而是有毒物。 你们开始呼吁,要求商家在蚊香包装盒上著名有毒之说,就像香烟那样,提醒们注意安全。 那么,蚊香有毒吗? 首先,我们要清楚蚊香的分类。 市面上有两种蚊香,一种是以除虫菊为代表的草药为原料,还有一种原料是化学杀虫剂。 化学杀虫剂含有666药粉、223农药及DDT等化学物质。 它们本身就有毒,点燃后长时间吸入就会出现头昏恶心的现象,而且这种蚊香只能起到驱散蚊虫的作用,并无杀灭作用。 对于有毒蚊香,职尖部门是坚决打击的,因此,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谨慎选择蚊香,一定要购买草药蚊香。 以农药为原料的蚊香有毒,这已无庸置疑。 那么,草药蚊香呢? 有没有毒呢? 草药杀虫即点燃时散发出的烟雾可以麻痹蚊虫的神经使其死亡,对体健康的伤害几乎为零,但是即使几乎为零,它也是有毒的。 据专家介绍,蚊香的有效药物成分主要为拟除虫橘子,是一种低毒高效的物质。 因此,蚊香点燃后产生的物质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但并没这么夸张。 蚊香的作用机理是这样的,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幼旋西柄橘子和缺柄橘子等物质以气溶胶的状态进入蚊虫的呼吸系统令其死亡。 一般来讲,如果蚊香充分燃烧则是安全的,只有燃烧不完全的时候才会产生多环芳香厅、汤积化合物、本等致癌物质。 举止类物质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可用于防治卫生害虫的农药,生产时其用量已被严格规定,厂家在生产之前会做独理实验,确保安全才能获得登记号用以生产。 而我国对盘式蚊香也有详细要求,连续燃点时间、药效、有效成分含量等都有标准。 专家指出,只要正确使用,并不会对体带来伤害。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因为接触拟除虫举止而引起的中毒现象。 因此说,虽然蚊香有低毒,但却可以通过正确使用避免伤害类。 盘式蚊香适合在蚊虫较多的地方使用,七横线八小时的燃烧足以让烟雾吸带着药剂充满卧室,消灭蚊子。 友情提示,尽管低毒,但是蚊香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对的呼吸道有刺激。 当家有婴幼儿、孕妇、老年或是哮喘病时,最好使用物理防蚊法,比如蚊帐、纱窗、纱门等,或是使用电热蚊香片、电热液体蚊香等,有效成分和盘式蚊香一样, 还有气味淡、刺激性效等优点。 不过,使用时也得注意电气安全。 至于一盘蚊香等于溜包烟的言论,不仅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比较的意义。 香烟百害而无意义,所含的尼古丁,浇油成分给体带来的只有损害, 而蚊香是处于保护类的目的发明的,蚊虫叮咬会传播疾病,引发病痛,而点蚊香是可以避免这些发生的。 两者本就没什么可比较的,更何况和蚊虫带来的伤害相比,点蚊香带来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蚊香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只要规范使用,轻轻松松摆脱蚊虫困扰。 蚊香燃烧的烟里含有四类对体有害的物质,其超细微粒,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质, 多环方相听,PAS,汤积化合物,如甲醛和乙醛,合本。 同时,除了这四类明显的有害物质外,蚊香中还有大量的有机填料、粘合剂、染料和其他添加剂,才能使蚊香可以无厌闷烧。 正好。 建议 格最度的 Eli 是 对 吉 市 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